古法迷你小钢的痛点和解决方案 简单省心少花钱 养归养鱼少受骗 东归先生的火山石古法频道 20厘米级以下的迷你小钢 由于小巧玲珑 摆放方便 深受大家的喜爱 而且开这种迷你小钢 还会强制省钱 钢本身十几块一个 火山石底沙几把就够用 一块钱的用不了 水草只需几颗 就算底部全栽上迷你牛毛草 一小盒用不了 鱼虾也只需几条 鱼钢灯也只需买最小号 最小瓦数的迷你小一个手掌那么大 就是这种钢最大的优点 但也正是由于钢实在太小 迷你小钢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本期视频 东归先生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火山石古法迷你小钢的几大痛点 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古法迷你小钢痛点一 水体小 养鱼先养水 要想鱼虾少出问题 不出问题 需要有一个水质稳定 对污染物容纳和处理能力强的水体 在这方面 大水体显然更有优势 迷你小钢 由于水体实在太小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东归先生的一个长宽高 分别为15、14、15厘米小钢 铺完火山石底沙后 整钢水体不到两升 这么迷你的一个水体 要想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水质 实际要比大钢困难得多 鱼虾饲养密度稍微大了 喂食稍微频繁了 水质可能很快就崩溃了 所以这种迷你小钢 要严格把握养小鱼 低密度 并控制好喂食量和喂食频率 以一天最多一味 不残留大量食物喂移 钢痛点二 水草选择困难 由于钢太小太矮 所有中井后井水草 都不适合这种小钢 否则的话 水草还没生长几下 就窜出钢外了 或者很快塞满钢 适合这种迷你小钢的水草 是前井水草 这类水草比较低矮 从高度来说 非常适合迷你小钢 但绝大多数前井水草 实际是强光压制生长的结果 生长速度不够快 而火山石古法生态钢 设计的一个净水原理 是利用生长速度快的水草植物 去吸收水里的鞍蛋 削蛋等污染物 前井水草生长速度慢 显然净水效果不好 如果鞍蛋超标的话 鱼虾很容易死亡 就算鞍蛋不超标 没有生长速度足够快的水草吸收 削蛋也容易超标 进而暴躁 所以这种迷你小钢 选择水草就很尴尬 生长速度快 净水效果好的水草 很快就会塞满钢 需要不停修剪 而生长速度慢的矮水草 前井水草 净水效果又不好 所以古法迷你小钢 选择水草确实很困难 古法迷你小钢痛点三 极易暴躁 由于没有合适的 生长速度快的水草植物 来及时吸收钢里的营养物质 这就为藻类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 光照条件比较好时 会爆发绿藻和丝藻 而光照条件比较弱时 会爆发褐藻 总之就是迷你小钢里 可能会各种藻一直不断 当然 这对净化水质是好事情 没有这些藻类 来辅助吸收氨氮削氮 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里面的鱼虾就该死亡了 但毕竟藻多了不好看 经常暴躁也增加了擦钢打理量 古法迷你小钢痛点四 打理凡人 由于经常暴躁 所以正面钢壁需要经常擦 而出现丝藻以后 也要经常往外扯 虽然钢小工作量不大 但一旦次数多了 也会觉得麻烦 而且 无论是用红吸管换水器抽底 清理脏东西 还是扯丝藻 都会带出不少火山石颗粒 这也挺烦人 如果你时间长了 几个月半年不打理 它可能会变成这样 彻底被藻覆盖 变成一个藻钢 失去观赏价值 这就是古法迷你小钢 成也因为小 败也因为小 那么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古法迷你小钢的这些痛点 使其不仅具有小巧玲珑 小清新的优点 同时又能打理更容易 更省心呢 当然有啊 这就是东归先生的升级版 古法迷你小钢 这次升级 主要有两部分 一是开钢以后 还是和往常一样 钢里铺火山石底沙 然后在底沙中加水 再种迷你牛毛草 之后要多加一个步骤 那就是在火山石底沙上面 加铺一层底绿板 加这个板子的思路 来源于升级版古法归钢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东归先生发现抽底打理 确实非常方便 所以把它引入古法鱼钢 有了这个板子以后 抽底就不用小心翼翼 再也不用担心吸入火山石颗粒 堵塞换水器了 当然也不用担心扯死枣 同时扯出来大量火山石颗粒了 由于底绿板是镂空结构 对下面的牛毛草生长 影响也不算大 时间长了 会在底绿板上面形成草坪 将底绿板覆盖掉 这是针对古法迷你小钢痛点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 加铺底绿板更方便打理 二是有意引入生长速度快的假水草 来解决迷你小钢里 没有合适的速生水草植物 来吸收氨氮削氮等营养污染物问题 把这些污染物解决掉 不仅会让水质更好 鱼虾少出问题 也会延缓暴藻的出现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迷你小钢 冬归先生在其中使用了两红一律 三种假水草 两红是红波和血腥兰水草 其中红波确认是假水草 它的真名叫锦绣线 无法转水 但耐长期水淹 血腥兰属停水植物 但可转水为水草 绿色的大家都熟悉 是铜钱草 是陆生植物 但可拌水 停水 种植 而这个迷你小钢里 冬归先生同样也用了三种假水草 一红红波水草 两绿铜钱草和北美青竹 其中北美青竹和血腥兰一样 也是停水植物 那么引入这些假水草 意义在哪里呢 主要是为了解决迷你小钢 由于空间太小限制 无法利用生长速度快的中后井真水草 来吸收钢里污染物的痛点 这些可转水或不可转水的假水草 它们都可以停水种植 并且像红波和铜钱草 就算是陆生 植株也不算高 还是非常适合迷你小钢的 把它们重新恢复成停水状态 就不用担心完全静默水中不生长 例如红波和北美青竹 或生长速度慢 如同浅草和血腥兰 停水以后 它们直接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只要温度能保证 生长速度就会很快 这样净水效果就有了 就能改善水质 抑制暴藻 同时这些植物株形势中 颜色或叶片各有特色 停水以后 观赏价值也非常不错 例如红波 实为锦绣线 这个季节叶片就非常红 这样净化水质和观赏价值就都有了 两全其美 当然 这些假水草重新恢复停水以后 会比水下生长速度快得多 如果直接把它们栽种在小钢里 同样也会面临很快塞满钢问题 建议大家和冬归先生一样 用个陶瓷花盆来栽种它们 以限制它们的无需扩张 以后修剪打理也会更容易 面临迷你小钢困扰的冬归先生粉丝朋友们 推荐大家试一试 这种迷你小钢 会比以前更省心 冬归先生之作 谢谢观看